- 鞋王鞋款 - 鞋王鞋款 - 今天我們要帶大家開箱 - 今年年底的鞋王鞋款 - Travis Gar - 鞋王鞋款 - 鞋王鞋款 - 就是盜勾又出來了 - 今年上半年有發售一雙女鞋的 - Oliver 君律配色 - 也就是這一雙 - 盜勾唯一的一雙女鞋鞋款 - 那這一雙鞋子 - 當時推出的時候說 - 這是最後一雙 - 盜勾系列的JORDAN ONE - 今年的10月底 - 馬上這一個傳言 - 又不攻自破了 - 但嚴格來說 - 這一雙鞋子 - 跟過去的JORDAN ONE - 不太一樣 - 因為他是使用 - GOLF - 也就是高爾夫系列的一個鞋底 - 但這個鞋底 - 它其實只是屬於休閒的高爾夫 - 它並不是真的採用 - 釘鞋、釘子去安裝的 - 所以這個鞋款 - 平時 - 當休閒走路穿 - 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- 而且說實話 - 這個鞋子 - 如果你真的嚇到場地去打高爾夫的話 - 應該沒多久這個鞋款 - 差不多就爆掉了 - 如果你是打室內高爾夫還OK - 但是你真的去打室外的話 - 這個鞋子很快就會被操壞了 - 看一下這個鞋盒 - 它是用咖啡色的 - 所以可以想到 - 它的顏色一定跟摩卡色脫不了關係 - 這個顏色的鞋盒就跟反轉摩卡鞋盒一模一樣 - 但是合標不太一樣 - 合標這一次 - 它有ERORDAN ONE LOW G NRG - G 這意思就是GOLF的剪血 - 那NRG - 是我目前看到 - 倒溝JORDAN系列裡頭 - 有用上NRG的 - NRG的這個代號 - 在NIKI過去就是指 - 這是一雙非常限量的鞋款 - 才會使用到NRG - 依這個發售貨量 - 確實真的算是蠻稀有的 - 在台灣甚至連實體店面都沒有 - 因為台灣沒有高等的 - GOLF系列店夾 - 所以這雙鞋子 - 台灣沒有發售權 - 所以要拿到GOLF系列發售 - 其實是非常困難的 - 這次發售主要的貨量 - 也都是來自於NIKI的官網 - 而NIKI的官網 - 又是一個非常困難 - 能夠買到原價的 - 打開來給大家看 - 這雙鞋子呢 - 它裡頭的襯子 - 一樣是粉紅色 - 然後上面有這些圖案的 - 鞋子就是這一雙 - 顏色上面我覺得 - 它是偏比較暗一點的 - 等一下可以來給大家做一個比對 - 那這鞋子裡面一定會有一個 - NIKI GOLF的一個說明卡 - 那每一個國家會有不同的產品代號 - 有些是一個使用說明書 - 掉在鞋子上頭 - 那這個是美國公司 - 或主要都會有一張 - 這樣子的一個產品說明卡 - 所以每個國家 - 它的這個產品說明卡 - 會不太一樣 - 這次倒勾 - 一樣有三組不同的鞋帶 - 像是原始附贈的白色鞋帶 - 那以及這一個 - 帶有螢光綠色配色的鞋帶 - 這螢光綠配色呢 - 就跟它的這個鞋舌咬標 - 還有它後跟的刺繡 - 剛好可以去做一個呼應 - 我覺得這次配上螢光綠還不錯 - 還有一個最基本的黑色鞋帶也一定要有 - 以及咖啡色的鞋帶 - 咖啡色配的這雙好像就有一點點顏色太重了 - 那顏色這一盒我們來給大家做一下比較 - 這是上一次的反轉摩卡配色 - 顏色就是白色加上咖啡色 - 這一次的GOLF系列呢 - 可以看到它顏色整體來說是有點偏綠一點 - 但是它用上的是黑色勾勾 - 鞋底呢用上白色底 - 所以就沒有這樣子的一個奶油色的這個舊化大底 - 上次的女鞋它是比較接近跟反轉摩卡顏色是類似的 - 這一次呢我們可以看到它是偏比較白的配色 - 後跟刺繡都是屬於這種比較酷臉的樣式 - 跟女鞋的笑臉是長的不一樣的 - 女鞋的是一個笑臉不同的這個圖案 - 那這一次比較特別的我們要講一個重點就是 - GOLF的鞋墊 - 它比較厚 - 而且它沒有做刷膠 - 它是AUSOLITE鞋墊是做一個比較厚的 - 跟一般款式比起來它的鞋墊比較厚 - 所以這雙鞋子也許你在穿的時候會感受到包覆性比較強 - 跟原本穿的感受可能會比較緊一點 - 尤其在運動的時候就會要求比較好的一個包覆性 - 所以穿起來比較緊是正常的 - 如果你的腳比較寬的朋友 - 我會建議你在大半號這個鞋子可能穿大半號 - 有些腳寬的人會比較舒服 - 那我們也把鞋帶鬆開給大家看這裡頭的一個樣子 - 螢光綠 - 而且它是唯一一種使用JORDAN跳跳人的一個圖案 - 現在JORDAN他最喜歡做的一件事情 - 就是平時去打打高爾夫 -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他這些OG的NIKI AIR - 就已經沒有再用上這個標籤了 - 所以這一雙算是比較特別的一點 - 就是JORDAN自己本身喜歡打高爾夫球 - 那既然老闆喜歡打高爾夫球 - 他當然要推出一些高爾夫球鞋 -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- 自然而然就推出了一個這樣子的一個鞋款 - 值得注意的是喔 - 這一次的鞋襯 - 上面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- 那這個特別的地方 - 我覺得它是在做一個方尾標籤 - 那我就不特別去點名 - 哪裡可以去做一個真假 - 但是如果你看到你的鞋盒 - 再看到你的鞋襯 - 一開始你可能會覺得 - 怎麼會怪怪的呢 - 這怪怪的原因可能是這個尺碼上面對應不太起來 - 這是正常的 - 因為我們拿了十幾雙鞋子 - 我們看到 - 每一雙鞋子的US尺寸 - 都跟這個鞋襯對不起來 - 但是它都是有規律的 - 所以說 - 如果你的鞋襯 - 號碼 - 跟你的尺碼 - 對不起來 - 那是正常的 - 如果對得起來 - 反而才有問題喔 - 小碼就在這邊先稍微提點一下 - 我覺得這是這次Danky官方刻意去做的一件事情 - 可能就是要防範假鞋的一個生產 - 打破原本的一個設定 - 那這一次的尺寸標總共從三月份一直做到六月份都有 - 所以我們有看到 - 目前有三種不同的生產尺寸標 - 而這三種不同的生產尺寸標 - 所對應到的鞋墊也有不一樣 - 這是比較特別的 - 如果你拿到的日期是比較早的 - 三月到四月的 - 那這個的鞋墊 - 通常這邊只會有一個凹痕 - 只會有一個凹痕 - 如果你是拿比較晚期的 - 四月到六月的這一個鞋墊 - 基本上都有正常JORDAN ONE三個的凹痕 - 甚至有些是兩個 - 所以說不同的生產製造周期 - 也會影響到它的一個產品本身的一些小不同 - 一樣也是因為我們樣板夠多 - 所以可以做一個比較完整的介紹跟比對 - 外側黑色勾勾 - 小馬個人覺得是比較突兀的 - 但是內側的白色勾勾就很好看 - 中間這邊也有Cactus Jack黑色字體 - 那這次全部都是這種牛八哥的皮革 - 所以照顧起來也有一點難度 - 要買這雙鞋子的朋友也要小心 - 再來我們看到鞋底 - 它就是用的比較特別的 - 多增加一些鋸齒狀 - 那這些鋸齒狀呢 - 其實它的一個好處就是 - 平時休閒走路的話 - 它會比較耐磨 - 因為它就是有加高加厚 - 所以這個耐磨是一定的 - 會比一般的JORDAN ONE來得更耐穿一點 - 但是這個鞋子還是要小心一點 - 它比較不防滑 - 所以下雨天走路你會感受到這雙鞋子 - 比較滑 - 這是正常的 - 那這雙鞋子目前的行情呢 - 其實也超過了小馬當初的預測 - 因為我覺得這雙鞋子的顏值來講 - 這三雙來說最好看的 - 反轉摩卡 - 再來是這一個 - 倒溝均綠色的女鞋 - 這應該是排在後面 - 它應該只能算第三名 - 顏色來講它的這個配色啊 - 還有它的一些小細節 - 感覺都不是 - 跟這兩雙能夠比較的 - 可是Nike推出一個NRG的限量版本 - 貨量少 - 自然這個價格就會高 - 所以這個鞋子目前啊 - 超過兩萬五以上 - 而且這雙鞋子 - 生產的比較特別是 - 男鞋比女鞋多很多 - 所以這雙鞋子 - 女鞋特別少 - 女鞋特別貴 - 女鞋都是三萬以上 - 這是目前的一個行情 -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- 那我覺得 - 如果你想要買 - 倒勾系列的話 - 你看這雙鞋子 - 男鞋大尺寸 - 也就兩萬七兩萬八 - 女鞋甚至 - 不到兩萬塊就有 - 那還不如買倒勾均綠色的女鞋 - 你們覺得呢 - 這三個顏色你們比較喜歡哪一個 - 在底下留言告訴小馬 - 是摩卡 - 還是均綠色的女鞋 - 還是最新的倒勾高爾夫版本 - 我是小馬 -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-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跟分享 - 我們下次見 - 掰掰 - participating - 進 - 進 - 女 Wer - 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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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